据不完全统计,有着中国时尚女装制度称号的深圳,目前有3000多家服装企业,其中2300多家女装企业高居全国之首。 多年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模特行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据悉,2012年深圳模特再次会员单位经济总量超过8亿元人民币。 自由的工作时间,相对可观的收入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漂亮的女孩。 但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模特行业则显得有些混乱,业内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野魔。 2012年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多多告诉记者,深圳目前至少有三四千个模特,从业四年来价格被一压再压, 大街上随便找一个身高长相不错的女孩都可以说自己是平面淘宝的模特。 混乱的市场让很多新手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客户不断地压低价格, 或是很多木特根本不愿意与公司牵约。 五六娱乐女人组地等会报答。